真的是誤解嗎 我必須說我在十幾年前 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因為我是空軍子弟 所以我有確實處理 當年就是在美國CIA所主導的 非U2的飛行員 那個情況有多慘呢 我跟各位說 就是包含後來大家比較知道 類似的黑貓中隊什麼 他們慘到什麼程度 第一個 我們中華民國的軍方 的這個所有的檔案資料 是查不到他們的 那他們那時候來立法院 陳情是什麼呢 陳情是說 他們為國犧牲這麼多 有的還在中國大陸坐牢 然後來輾轉到美國 本來認為說 美國你CIA支持這個U2 要不然你負責我的養老 因為大家有的都脚駁了 傷殘了 然後沒有其他工作能力 好那美國丟包 美國不管 美國說這個是一個秘密的任務 這跟這個 我們當時支持你中華民國 這個這些人跟你無關 那美國丟包不管了之後 那他們總是要回來找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可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我當時為了他們的陳情 我真的請國防部帶我實際到那個軍情局的資料去看 他們為了取信於我說委員你看真的沒有資料 所以這批人沒有造冊也沒有資料 所以自然我們所有的退休軍 撫恤軍什麼 否則大家也知道 其實空官空就是飛行員 如果說他一旦有衛國不管是怎麼樣受傷啊 什麼撫恤各方面 其實都是還蠻優渥的 可是他們什麼也沒有辦法拿到 然後我爭取了半天 什麼結果也沒有 那當然那個時候是陳水扁執政時期了 但是我認為因為美國當時CIA的這個操作 當然如果是換成國民黨執政時期 可能我們用一個什麼特別法 也未必不是一定不能處理 可是整體上跟美國合作 就是這種丟包的命運 所以今天又來了 這個MQ酒吧6億多的美金 當然他是無人機啦 他沒有像那個時候 說你還有一個飛行員很危險 可是問題是你6億多美金 也是台灣出啊 那到時候他只要 大家也知道現在的科技技術 他只要控制你幾個密碼 控制你幾個關鍵 台灣到時候分享不到資訊 就分享不到資訊啊 予取予求啊 真的啊 當年CIA就是直接否認 說當時我們這個是一個秘密任務 結束就結束了 我們就跟你一刀兩斷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說 其實大家從歷史很多的經驗 一定要學習教訓 真的不能夠一廂情願 民建黨一直說 不能夠對中國大陸太相信啦 或者一廂情願什麼 那為什麼要對美國 尤其已經有歷史 歷歷在目的這些慘痛經驗 那對美國也不可以不防啊 那個焦大 不好意思 我不願這樣 因為剛剛永明姐說 6億多 基本上這個 那是美金啊 2億1760萬美元 這個是合約價 這個已經都確定了 那個預算 一價一億五啊 沒有合約上限 市價的 是一價可能喔 不是兩價 我覺得錢 它倒是其次的問題啦 不管是一億五還是多少錢 台灣目前的財力 都買得起 都供得起 就是我們擔得起這個錢啦 擔得起這個錢啦 擔得起這個錢啦 擔得起也是要有點底啦 那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就是說 像那個樂山雷達戰也是一樣啊 之前不是蔡總統還去巡視 後面出現外國人的身影 那樂山雷達戰一樣 它那個雷達的所得到的訊息 也是美國優先使用啊 然後美國再來過濾說 哪些東西要給台灣的軍方使用 那每年的33億是我們自己 我們台灣出欸 那變成一個軍事租借 就是你我花錢 我供養這個宿舍 我蓋宿舍 甚至很多的費用 行政費用環節我統統貼進去 但是我沒辦法得到第一手資料 第一手資料是要你過濾給我 我是覺得我們大家都對國防都要支持 這個都沒有什麼話講 但對於我在使用的平等權的部分 我是覺得要多爭取啊 你在樂山雷達戰之前 國防部說 沒有我一定優先拿到這個資訊 我有主動權 我有所有事情的 我是來主導的 但現在後來之後就搞 剛好相反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要查不能把大家的錢拿去 變成一個軍事租借 那還有我覺得奇怪 你像玉三艦 像過去蔡總統時代 過去六七年 只要有一個軍艦 龍骨啊 擴大 擴大 開始弄一次 然後這個進船屋 為什麼這次沒有 船屋下水的弄一次 這是沒有為什麼 為什麼如此低調 為什麼 這次低調是有人要求你低調嗎 特別是玉三艦 是我們自己國艦國造 然後是萬噸級的兩棲補給艦 那對於外島的補給很重要 現在兵凶站回 假設我們常在講說會不會切斷 這個馬祖啦 金門啊 跟台灣的一些聯繫 這是東沙萬一被奪的話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做補給 好啦 我們昨天有這麼一大 萬噸級的玉三艦 應該張登傑長好好慶祝一下 讓國人知道說 我有能力去做外島的補給 不會被中斷 而且補給的量是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 配這樣子的一個低調 再配合整個東亞局勢裡面 美中的這些互動 我就覺得是不是有一種壓力 不要讓國安部的低調 去做這個陳軍聯繫 是確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